好 要蜂胸的話 當然還有蜂胸茶 一些食療的方式對不對 對 其實我們平常可以來煮一個叫 黃旗紅棗蜂胸茶 黃旗跟紅棗其實平常都可以養生 對 這個因為我們黃旗是補氣的 黃旗 那紅棗它本身有充分的維生素B 那中藝叫健脾液氣 對我們的消化系統的保養的作用 那在今天額外介紹叫通草 通草 這很白色的 在中藥房或中醫診所 你可以買到這種白色 像保麗龍一樣的 對啊 這好像假的 對 這通草 這不是化學 這不是塑膠東西 它本身就是能夠通乳腺 然後能夠 甚至於能夠消水腫 很多女孩子 月經前後容易水腫 中醫師會用通草 所以黃旗跟紅棗在通草 那量都不用多 大概3到10公克 然後一天用400到500cc的水 那你覺得味道不太重呢 可以再加少量的冰糖或蜂蜜 不要太多 吃太多甜食 對我們的副科也不太好 這邊就有 我們可以喝喝看 男生也可以喝對不對 對 很好的 對 那我們額外再到當歸跟枸杞子 假如你這個就容易疲勞的 容易疲倦的 你可以加點枸杞子 那當歸它本身也有一種 天然的磁激素作用 絕對不能多 因為這對我們的子宮卵巢的 荷爾蒙反而有副作用 羅醫師 有人是說減肥 怕減到胸部的話要多吃當歸 是這樣嗎 絕對不可以的 因為當歸它本身對我們的子宮收縮 是有影響的 尤其會對我們的子宮卵巢 它對一些荷爾蒙對乳房都有一些刺激作用 我額外向主持人提到這個 我今天帶你去做 這叫什麼 這像餅的東西 叫做紙盒車 中藥紙盒車 是什麼東西 就是胎盤 胎盤 對 胎盤 很奇怪 我不知道長這樣 乾掉的 對 陳醫師把它拿當廢棄物處理 讓我們中醫師把它乾淨的這種胎盤 紙盒車把它收集起來 把它抹粉 那這個更是不能跟當過一樣 更是不能當開水煮來喝的 很多人會拿來當作給我們的 青少女小姐少女來吃 事實上這對我們的一些杏早熟 或生長版停止癒合都有 我今天特別帶就提醒很多家長 會拿這個紙盒車 其實叫胎盤樹 來給我們的少女來吃 是不太恰當的 所以你剛剛講到就是這個 生長版的壁盒的話 就是長大人的時候 對 當歸跟紙盒車都不適合 一定要在專業的醫師 建議一下使用的 好 那另外就是青木瓜 很多人說青木瓜是有效的 對 在中醫上真的是如此嗎 對 青木瓜 它因為它本身很多木瓜酵素 甚至它比熟木瓜 這個綠色的青木瓜 這是青木瓜 甚至比熟木瓜的木瓜酵素 還多一倍 對 那它強調是幫助我們腸胃系統 很多人對青木瓜不太了解 為什麼它可以豐胸 事實上它是從幫助腸胃消化 對我們的蛋白質胺基酸很有幫助 古人認為就是木瓜乾脾 健脾液氣 所以對我們消化系統很有幫助 等一下 那那個橘色的 已經熟的就是沒有效果了 當然它也是幫助消化 但是沒有青木瓜來的好 可以軟變 可以軟變 可以軟變而已 好 木瓜酵素 好 那這個是青木瓜排骨湯 對 我們在青木瓜排 它本身的材料就是有青木瓜 還有我們會加點山藥 因為山藥本身在中醫的認為 乾皮 健皮液氣 對我們的消化系統很有幫助 那它本身也有一些 雌激素的前驅物 對我們的性荷爾蒙是有幫助的 是不是對那個什麼青少女比較好用 如果說我們都已經很長大 都沒有用了 其實這一次一開始就說過了 其實在豐胸的部分 讓我們的乳房的血液循環好 事實上在20歲到50歲 都可以做保養的 都可以 還是可以吃 對 那有人會說山藥不能吃多 事實上山藥 它你不可能每一餐都吃很多山藥 一般來說一天大概都是50克到100克 都是在安全的範圍裡面 好 那排骨它強調是蛋白質跟胺基酸 那你覺得味道這個排骨又油膩 你可以加點薑蔥新香料吧